第四小节 战略分析模型介绍 波特5例战略分析模型 以上就是SWOT战略分析模型的四种分析方法 下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另一种战略分析模型 波特5例战略分析模型 其中的5例分别指的是哪5项呢?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做说明 第一例是供应商的一价能力 我们以外卖平台为例 供应商就是这些在平台上销售食品的餐厅 供应商主要通过其提高单位产品价格及降低单位价值质量的能力 来影响行业中现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产品竞争力 如果一家餐厅能够提高售价 或者虽然保持原价 但是用更便宜的菜作为原材料 那么它的盈利能力自然会增强 而它的竞争力将相对应的减弱 而供应商的一价能力强弱 主要取决于它提供的产品是什么 当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对买家来说非常重要时 供应商的一价能力将大大增强 如果在外卖平台上有一家餐厅是最受欢迎的 那么如果它提出降低给平台的费率 平台也只能答应 这就是供应商议价能力强的体现 一般来说 满足如下条件的供方集团 会具有比较强大的议价能力 一是 供应商行业不存在很强的竞争 产品的买足很多 以至于每一个单一买主都不是供应商的重要客户 例如 一家餐厅很受欢迎 即使A外卖平台不愿意降低费率 但是仍然有BCD等多家外卖平台 愿意以较优惠的费率 邀请这家餐厅入住 二是 供应商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特色 以至于买家难以寻找到可替代的供应商 或者成本较高 例如 在春节期间 很多餐厅都不营业 只有一家餐厅开张 而外卖平台却必须要维持平台在春节期间的运营 那么 即使餐厅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 外卖平台也只能接受 第二例 是购买者的溢价能力 对于一个外卖平台而言 在平台上选购食品的顾客就是购买者 购买者通过其压价与要求提高较高的产品或者服务质量的能力 来影响行业中现有企业的盈利能力 例如 现在的顾客都对外卖平台的食品质量要求严格 只要一个外卖平台出现食品质量方面的负面新闻 将造成大量的客户流失 这种能够要求平台保证质量的能力就是购买者的溢价能力 一般来说 满足如下条件的购买者可能具有较强的溢价能力 一是 购买者的总数较少 而每个购买者的购买量较大 占了卖方销售量的很大比例 假如一个外卖平台有三个库顶的大公司在平台上长期订午餐 这三家大公司几乎占了外卖平台80%以上的收入 那么 这三家大公司将具有较强的溢价能力 二是 卖方行业由大量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的企业所组成 三是 购买者所购买的基本上是一种标准化产品 同时 向多个卖主购买产品在经济上也完全可行 就像现在 饿了吗 美团外卖等等平台上面的商家基本相同 那么客户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平台购买食品 在这种情况下 顾客的溢价能力就会增加 第三例 是新进入者的威胁 这就相当于现在仍然在不断增多的外卖平台 新进入者在给行业带来新生产能力 新资源的同时 将希望在已被现有企业瓜分完毕的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 这就有可能会与现有企业发生原材料与市场份额的竞争 最终导致行业中现有企业盈利水平降低 严重的话 还有可能危及这些企业的生存 因此 现在各外卖平台只能通过打折 发送红包等方式 来维持客户的不流失 利润不断降低 竞争性进入威胁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进入新领域的障碍大小 新进入者的进入障碍主要包括规模经济 产品差异 资本需要 转换成本 销售渠道开拓 政府行为与政策 不受规模支配的成本劣势 自然资源 地理环境等方面 这其中有些障碍是很难借助复制或者仿造的方式来突破的 因此 这些行业新进入者对于现存企业的威胁就很小 反之 在障碍很小的行业 例如在美国开设中餐馆 在同一个地区 可能很短时间内就会有很多新开设的中餐馆 新中餐馆对现存中餐馆的威胁很大 只能采取降价的手段维持经营 二是 预期现有企业对于进入者的反应情况 预期现有企业对进入者的反应情况 主要是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大小 这取决于有关厂商的财力情况 报复记录 固定资产规模 行业增长速度等等 总之 新企业进入一个行业的可能性大小 取决于进入者主观估计 进入所能带来的潜在利益 所需花费的代价 与所要承担的风险 这三者的相对大小情况 正是为了防止已有企业采取报复行动 阻止新进入者 很多国家都有严格规定 防止恶性排挤新进入者 例如 美国政府对同业竞争有严格的限制 不允许恶性降价 以及多家企业联合统一价格 排斥新进入者的企业 第四例 是替代品的威胁 两个处于同行业或不同行业中的企业 可能会由于所生产的产品是互为替代品 从而在他们之间产生相互竞争的行为 这种源自于替代品的竞争 会以各种形式影响行业中现有企业的竞争战略 首先 现有企业产品售价以及获利潜力的提高 将由于存在着能被用户方便接受的替代品而受到限制 第二 由于替代品生产者的侵入 使得现有企业必须提高产品质量 或者通过降低成本来降低售价 或者使其产品具有特色 否则其销量与利润增长的目标就有可能受挫 第三 源自替代品生产者的竞争强度 受产品买主转换成本高低的影响 总之 替代品价格越低 质量越好 用户转办成本越低 其所能产生的竞争压力就越强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 实体百货商店受到了电商的冲击 例如 美希百货为什么待前期电商不普及时 面对Target、Nostrum等传统百货并没有面临巨大威胁 然而 电商普及后 美希百货销售量直线下降呢 这是因为传统百货各方面成本都比较相似 而电商的成本却比传统百货低得多 正因为如此 电商产生的竞争力远比传统百货的竞争力要强 作为企业家 不仅需要关注同性竞争者 更应该有预测性地看到颠覆传统的新兴竞争者 第五例 是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 同行业中的企业面对的是同样的销售市场 所以每个企业都希望能够在市场中占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作为企业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各企业竞争战略 其目标都在于 使得自己的企业获得相对于竞争者的优势 所以 在实施中就必然会产生冲突与对抗的现象 这些冲突与对抗就构成了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 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常常表现在价格 广告 产品介绍 售后服务等方面 而竞争强度则与许多因素有关 一般来说 出现下属情况将意味着行业中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 一是 行业进入障碍较低 势均力敌 竞争对手较多 竞争参与者范围广泛 例如餐饮行业 二是 市场区域成熟 产品需求增长缓慢 例如电视机的销售 三是 竞争者企图采取降价等手段促销 例如零售行业采取多买多送的形式 四是 竞争者提供几乎相同的产品或者服务 用户的转换成本很低 例如不同电信公司间的手机套餐更换 行业中的每一个企业或多或少都必须应付以上各种力量构成的威胁 而且必须关注行业中的每一个竞争者的举动 除非认为正面交锋有必要 而且有益处 例如要求得到很大的市场份额 否则客户可以通过设置进入壁垒 包括差异化和转换成本来保护自己 根据上面对于五种竞争力量的讨论 企业可以采取尽可能地将自身的经营与竞争力量隔绝开来 努力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 影响行业竞争规则 限制领有利的市场地位再发起进攻性竞争行动等手段 来对付这五种竞争力量 以增强自己的市场地位与竞争实力 下面 我们来用无力分析模型来分析我国汽车销售行业的现状 我国汽车市场的连续快速增长和总规模的不断扩大 使我国汽车市场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汽车市场增长的主要力量 全球每年汽车销量的增量中 我国占25%左右 那么 是什么带来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呢 首先 来看模型中的第一方面 供应商的溢价能力 在汽车行业 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品牌逐渐进入中国市场 例如 福特汽车的目标是取得中国小型车市场10%的占有率 丰田汽车公司的布局也将中国作为其海外投资最大的地区 还有现代 通用等等品牌 都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汽车供应商生产的产品功能大同小异 同类产品差异较小 因此 供应商整体的溢价能力较弱 第二方面 购买者的溢价能力 在汽车行业 中国销售市场潜力巨大 国内二三线城市 汽车供不应求 因此 不仅有很多外国汽车公司来到中国销售 国内本土汽车品牌也采用降低价位等手段促进销售 同时 各类品牌产品差异较小 替代品较多 这就是产品被购买者和几家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比较 这些现象都让中国汽车市场中购买者溢价能力增强 第三方面 新进入者的威胁 在中国汽车销售市场 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大跨国公司 给予追赶与扩张 在价格上寻求竞争力 福特公司作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厂商 明显加大了在中国市场的运作力度 福克斯的最低价为12.8万元 作为一款欧美车型很有竞争力 销量增长迅速 丰田汽车也改变了做法 在稳步推进的主旋律中加快了步伐 这些新进入者在给行业带来新生产能力 新资源的同时 也希望在已被现有企业瓜分完毕的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 这就会与现有企业发生原材料与市场份额的竞争 最终导致行业中现有企业盈利水平降低 严重的话还有可能危及这些企业的生存 第四方面 替代品的威胁 不仅仅是中国汽车行业 甚至全球汽车业 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环保型汽车的发明 2007年7月 通用汽车公司称 它与彭斯克公司达成一项合资协议 通用汽车欧洲公司发布了全新的环境战略 短期内将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主要目标 而长期的目标则是通过新技术的应用 最终实现零排放 实现汽车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 还有特斯拉这样的电动汽车的普及 使传统汽车的销量受到冲击 只能通过调低价格的方式来维持销量 最后 行业内现有竞争者的竞争 在汽车行业 不仅外国汽车公司都看中了中国汽车销售的市场 先后前往中国建厂 经过多年积累 中国自主品牌竞争优势也全面提升 行业内现有竞争者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从上面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以上的分析 这五种力量都影响着汽车销售市场的变化 使汽车销售竞争越来越激烈 汽车销售价格不断下降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 中国汽车市场销售量大幅上升的原因之一 根据上面对于五种竞争力量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出 企业可以采取尽可能的将自身的经营 与竞争力量隔绝开来 努力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 影响行业竞争规则 先占领有利的市场地位 再发起进攻性竞争行动等手段 来对付这五种竞争力量 以增强自己的市场地位与竞争实力 以上就是SWAT和玻璃武力战略分析模型的具体介绍 希望你在日常积累的过程中 拿到任何有意义的商业数据 都尝试着用SWAT和波特5Leaf战略分析模型 进行信息补充 进行战略分析 这将在潜移默化中 极大的提高你对商业事件的敏感度和分析能力 为你未来做商业数据分析方式基础 感谢观看